据路透社华盛顿消息 美国众议院负责调查 去年1月6日 国会大厦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 于当地时间6月9日举行首场听证会 正常包括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 在内的多名特朗普亲信表示 不相信特朗普关于总统大选存在舞弊的说法 报道称 这一特别委员会计划举行 总共6场听证会 希望证明特朗普曾密谋非法继续占有权利 据报道 这个由美国民主党领导的特别委员会 在听证会上公布了多名特朗普政府要员的视频证言 发言者包括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 及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竞选团队发言人 贾·芬·米勒以及马克·米利上将 听证会还播放了特朗普 在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前的演讲片段 特朗普在那次演讲中再次提到 存在选举舞弊 特别委员会主席本尼·汤普森表示 特朗普是这个破坏美国民主 阻止权力和平交接的大阴谋的核心人物 汤普森说 正如一位作家在去年1月6日之后不久前所说 骚乱事件是一次未遂政变的高潮部分 一次无耻企图的高潮部分 暴力绝非偶然 那是特朗普的背水一战 报道称 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在视频证言中说 我明确表示我不同意把选举结果说成是被窃取了 我不同意搞这种事情 那是在编故话 而且你知道我不想参与其中 巴尔本人在国会大厦骚乱事件前大约两周时辞去了司法部长一职 报道指出 巴尔的上述看法得到特朗普里面的认同 伊万卡在视频证言中说我尊重巴尔司法部长 所以我当时接受了他的说法 不过库什纳在视频证言中表示 特朗普一些助手在骚乱发生后威胁要辞职 库什纳对此感到不屑 认为内不过是在哼哼唧唧发牢骚 据报道 特朗普本人在听论会开始前发表声明称 该特别委员会属于政治流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